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货膨胀将继续推高物价 尽管涨幅比去年有所放缓 但一个四口之家2023年的食品支出依然将增加大约1000元 这份由达尔豪斯大学 贵尔夫大学 萨斯科承温大学和UBC大学研究人员编制的加拿大食品价格报告显示 食品价格在2022年增长超过10%之后 2023年将再上涨5%至7% 这一增长将是一个四口之家 每年的平均杂货账单上涨至16288.41元 而2023年这一数字为15222.80元 虽然情况不容乐观 但好消息是 我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食品通胀率在未来几个月很可能会继续下降 达尔豪斯大学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主任项目负责人 Zelvan博士在周四上午告诉CP24 另一个事件是我们已经经历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 所以人们的习惯已经改变 人们正在寻找不同的选择访问不同的商店 现在多罗拉玛开始提供更多的食品 这不是巧合 该报告发现 预计2023年大多数食品类别的价格将继续上涨 但涨幅有所不同 水果类食品通胀率较低 预测在2023年只有3%至5% 但蔬菜价格可能会上涨6%至8% Zelvan还警告说 其他一些食品比如牛肉 今年会逐渐变得更加昂贵 他说几个月后牛肉价格将成为一个问题 烧烤季过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价格上涨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牛肉 我建议现在囤一些 如果你喜欢吃橙子或喝橙汁 我也建议现在就买一些 此外面包也是另一个价格较高的食物 所有这些都将推高整体的食品价格 该报告指出 2023年餐馆的价格将增长4%至6% 涨幅较为温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 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影响巨大 民国时期就有一万多中国人到此留学 像胡适、徐志摩、冯友兰、马云初、文英多等人 都在此深造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100年前一位普通的中国劳工 捐助了1.2万美元 使得各大开设了汉学系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 说的就是这位中国劳工的传奇故事 他的名字叫丁龙 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BC省府周三宣布继续将最低公司增幅 与年通货膨胀率挂钩 最低公司从6月1日起 从15.65元调高1.1元 至16.75元增幅为6.9% 预计约有15万名工人收贿 BC劳工厅长白恩赫受访时指出 这次调升最低公司已经平衡了 对工人及雇主的影响 相信有助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并强调省府一直推出各种措施支援企业 不担心调升最低公司会促使企业裁员 目前也没有计划调整雇主医疗税 白恩赫昨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 新民主党政府上台时承诺 将最低公司提高至15元 当达到目标后 未来的最低公司增长将与通胀率挂钩 这种可预期的渐进式增长 即可支援低收入工人 同时被企业带来确定性 他指出 去年省府将最低公司提高2.8% 相当于2021年的通胀率 今年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 去年通胀率为60.9% 因此6月1日起 最低公司将从15.65元 调升至16.75元 白恩赫指出 省府窒息企业关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相信最低公司调升后 有助于吸引挽留员工 我也相信这些低收入工人 将会赚取更多的工资 投放回所身处的社区 因此企业也能从中受贿 他指省府也致力于降低托儿费用 这是帮助企业寻找员工的另一种方式 可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对于大幅度提升最低公司 列治文商会做出回应 商会理解省政府为了薪酬 跟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所做的努力 但敦促省府 因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补偿 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Folong表示 在仅提前不到60天通知薪酬上涨的情况下 对雇主来说 劳动力成本增加6.9% 是经营上的一种沉重负担 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雇主 都支持定期提高最低工资 但需要更多的缓冲期和循序渐进的增加 以帮助他们做出相应的调整 Folong强调了这种突然且大幅度的最低工资增长 给本地雇主带来的挑战 许多雇主认同将基本工资 设定在法定最低工资之上很重要 并将相应的调整自家企业的工资等级 以在这个人员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此外对一些企业来说 这种增加可能会是 他们超过雇主健康税的科税门槛 这意味着额外的成本增加 近年来省府的多项新法案 是雇主的运营成本增幅高于往常 雇主医疗健康税 新的法定假期 新的病假工资立法 以及在许多司法管辖区中增加的财产税 这种种变化带来的商业成本 在各层面上的增加 以使本地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 弗洛指出 当我们将成本强加给雇主时 我们不仅会失去他们的税收贡献 还会失去他们创造的本地就业机会 以及他们为我们社区增加的活力 在大温哥华地区 我们多少都会认识一些搬出本地 甚至本省的人 因为他们意识到 在其他地方可以花更少的钱 买到更多的东西 不幸的是 在某些时候企业会进行相同的计算 我们敦促省府不仅要就最低工资 更新发出更多更及时的通知 还要通过他们可以使用的任何方式 来协助企业主抵消这些增加的成本 现在的加拿大房价租金大涨 生活成本高涨 房东与租客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继昨天多伦多出现 租客分享坑房东的微信群组事件后 今天又有媒体报道了 安省一名租客遭房东不合法驱逐的事件 据CBC报道 哈米尔顿一位67岁的女子说 她的房东未经通知 就将她租的房子换了锁 然后又把她的全部家当都扔了出来 这位不愿透露姓氏的女子 Chris说 她是一名护士 在市区Cascar Street上租了一间Town House 与丈夫和成年的儿子同住 上周六 她被告知有个水管工要上门 这个看起来像水管工的人 还对她的丈夫说 由于近期感染了COVID-19 建议他们在她工作的时候离开 于是Chris和丈夫去了附近的一间 Tim Holdens咖啡店 但是在他们返回时 发现房门的锁被换了 他们的所有家当 包括药和宠物猫都在屋内 之后几天 有人来把屋里的物品搬出 不少邻居围观 警察也来了 设法调解 Chris说 他没有收到驱逐通知 在被赶出去后 他只能订酒店 让丈夫和儿子住 自己则睡在车里 因为丈夫有精神障碍症 而他已经没有钱再继续下去 据报道 这个房子是房东 以一家公司的名义持有的 房子已经卖掉 租客也知道 他们早晚要离开 他还透露 租的房子里到处都是蚂蚁 臭虫和蟑螂 他一直在等房东 对家里进行薰针消毒 这样他就不会把害宠 带到新的地方 记者向Chris的房东了解情况 房东称 希望CBC将事件的两方面 都要报道出来 但是拒绝进一步说明情况 有关租房纠缝的事情 越来越多 房东与租客两个群体 似乎越来越难以调和 业内人士认为 根本问题是 疫情期间 加拿大疯狂疫情 导致房价一年暴涨 房价涨 租金就肯定跟着涨 但是出租合同都是提前订好的租金 房东没法涨价 房率限制每年只能涨2.5% 于是房东只能想方设法地 赶走租客 按新的价格重新出租 安省政府今天出台 新的住房法案再次显示 其始终把租客当作弱势群体 站在租客一边 这项明昵为帮助购房者保护租户法案 新法立于周四下午提交 其中包括政府此前宣布的 许多租户和房东保护措施 新法将包括保护租房者 不会因为装修而被驱逐 如果通过 房东必须给租户60天的关限期 以便在出租屋装修完成之后 以之前的支付的租金搬回去 如果房东不允许租客 以原租金价格搬回 租客可以在搬出后 两年内或者装修完成后6个月内 向房东和租客委员会提出申请 政府还将投入650万元增加工作人员 改善委员会的服务和决策时间 政府还建议将违反住宅租赁法的 个人罚款增加一倍 达到10万元 公司罚款达到50万元 租客还将获得安装空调的新权利 一名商商曾成功将1000多人 假到加拿大偷渡到美国边境的安省男子 周三在美国面对9项 与人口走私有关的罪名时 拒绝认罪 来自安省宾顿市的新格 周三在纽约北区联邦法院 面对与人口走私有关的求向指控 指他是人口走私网络的舌头 但他拒绝认罪 新格是于上周四被引渡到美国的 根据法庭记录 诉状是基于通过监控 Facebook信息和人力资源收集的证据 这些证据于2020年3月至2022年4月期间 横跨圣劳伦斯河的四次未随偷渡有关 新格涉嫌任舌头向每人收取5000至35000元 将印度人偷运到美国 然后他付给该地区向导每人2000至3000元 带领偷渡阔从该地区过河 对新格的起诉 与上周试图从加拿大坐船 非法入境美国时 八人遇险事件无关 但有相似之处 新格目前面临被加拿大驱逐出境 他于2010年与当时的妻子和一个孩子 从印度抵达蒙特利尔 并提出难民申请 其母亲随后带着他的另一个孩子来到这里 也申请难民申请 上周五人最终全部被拒绝了 但印度领事馆拒绝提供旅行证件 致使加拿大当局无法将他们送回国 新格现在正在试图通过资助 他的第二任妻子留下来 他于去年夏天被捕时 该申请人在审理当中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